有一对夫妻结婚半年 妻子呢 听别人说喝红酒可以变得年轻 坚持喝红酒半年 记性却喝得越来越差 有一天问她的丈夫 都说喝红酒养颜 你看我变年轻了没有啊 你看我都快成少女了 这个丈夫瞅了她一眼 心里想想咋回事 嘴巴里说 嗯你说的不是年龄吧 是你的智商吧 你再喝俩月的话 你就能上幼儿园了 过量的饮酒 医学上称为慢性酒精中毒 就算有人同情你 最后在人生 收拾残局的 还是你自己呀 所以人不要听风就是雨呀 好好地把握自己 有一些人 你可以期待 可以靠靠他 但是不能依赢 但是不能依赖 时刻告诫自己 努力 努力坚强 修行 改命 天上下雨 地下滑 自己摔倒 自己爬 每个人的路都得靠自己来走 累不累 只有自己知道 所以学佛人要学金刚萨多菩萨 心如菩提 智如金刚 一切不可得 过去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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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